韩国社近距离了解 IDOL们台前幕后的所有事 最近发现不少小伙伴的周末计划 都从厨去浪变成了宅在家 不仅抛弃了户外国度 就连在家也都基本只有一种姿势 躺着 韩国综艺被子外面很危险 就连表题都完美诠释了这种练床症的心理状态 最近又有韩国媒体总结出了练床症晚期的七个症状 让不少韩国网友纷纷中招 快来看看你中的几个 一在家躺着就是最幸福的事 二 每次被问到在干嘛的时候 回答永远是躺着的三 所有的东西一定都摆在伸手就能捞得着的地方 四想约他出去的 至少先花一个小时时间 劝他出门五堂光爆炸 之前绝对不离开床 右脚上功夫打得 用脚拿到任何东西 七绝的出门太麻烦 即使约好了 也会选择取消不知道各位中的几个 反正说觉得自己 大概可以在床上飞来一辈子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